大家好,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收看Nocout从入门到精通教学视频 我们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我们第十二节课的内容 是叫大家开发一个类似于微博首页的页面 要开发这样一个页面 首先我们先去微博的首页 发一条微博 看一看这个微博的大海流程是一个什么样子 好 我们发一条微博 下午好 上传一张图片 我们点发布 发布成功 接下来在这边会显示你刚刚发送的微博的内容 我们在点击输入文字的时候 这里会提示你还有多少个字可以输入 正常的微博是140个字的上限 如果有新的微博这边可以点击查看 会加载出来刷新 好 那我们整理一下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页面有哪些功能 首先 是输入文本 发送微博的内容 提交发送微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在发送完之后 你发送的这条微博会显示在你的这一块微博的列表当中 如果有新的微博出来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加载的提示 可以加载这些新的微博的内容到这个微博列表当中 另外就是在发送微博的过程当中 会判断你当前输入的这个文字的数 是否已经超过140个字 当然我们只是作为微博的这些简单的功能开发 其实这个微博 它的功能是非常多 也非常强大的 但是如果要全部做下来的话 可能会花好久 所以我们先演示最基本的一些功能 好 我们这个微博首页的观察就到这里 好 我们分析完了这一个微博的大概发送的流程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定义这个核心的数据模型 核心的数据模型其实是有两块 第一个就是在发送微博的这个动作当中 是一个微博内容的实体 而另一个核心就是微博的数据列表 所有的数据都显示在这个列表当中 不管是你自己发送的微博 还是你所关注的人发送的微博 都会在我们这个列表当中去显示 我们首先来定义这两块核心数据的模型 好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我们在这里 首先来定义 微博内容的这个实体 我们叫它命名为MessageEntity 说实话 这个MessageEntity的时候 它是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Message Detail 也就是这条微博内容的详情 可能包含用户的ID 微博的内容 以及发送的时间 另外一个 就是replay list 因为我们的发送微博之后 可能会有用户去回复去评论它 而这个replaylist 其实就是这一条微博 它的评论的列表 好 定一个self 我们可以用 this list message 我们就叫detail message detail list 这里用self self 然后 用大写的replay list 对于 play observable 因为这个是一个数组 所以我们需要用array 好 我们这里再定义一下回复的这个实体 同样是定义一个匿名的方法 the replay ID 点ID 卡贝他 content内容 恢复的内容 然后是 创建时间 create time 另外一个就是 replay account 回复的人的ID 好 我们先定义message entity跟replay entity 那我们需要在viewmode当中 新增一个属性 叫做message list 这个message list 也就是 我们这个微博页面的 所有的微博内容的列表 需要使用 ko.observable 说实话的时候 我们默认的是一个空的数字 我们在定义好了这些对象之后 这里还需要再附加一个对象 message detail 这个message 这个message detail对象 其实跟下面的这个replay entity 是类似的 function 我们就传入detail 这里加上entity 命名规范一些 好 拷贝这一串 这个message detail的属性 有account detail.account 这个就是 发送微博的这个人的姓名 用户名 content 这是这条微博的详细内容 create time 微博发布的时间 我们在这里定义message detail entity的时候 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发送微博体的这个实体 我们接下来对于这个content 也就是发送内容的 详细内容 需要监控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使用ko.observable 绑定起来 而account 跟create time 可以不用绑定 好 我们在 viewmodel当中 定义一个 current message 也就是当前需要发送的这个微博体 初始化的时候 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他初始化一个空的 message detail entity absorbable new kvalid的对象 account 我们 用户名为tom content 为空字符传 create time 我们这里 已经定义了一个time now 也就是当前的时间 直接把这个值 传进来 好 这个create message 也就是我们定义好的这个微博体的内容 我们发送好微博之后 需要将这个create message 以及这个属性初始化为空 而发送的时候 则是直接将这个对象 提交给服务端 好 我们还需要再定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 is send message 需要用k5.absorbable 绑定起来 默认为false 这个属性其实定义的就是是否发送微博 也就是当我们在跟服务端发生交互的时候 是否显示一个loading的图片 或者提示用户 你的微博正在发送中 是一个标记位 这个标记位 可以我们在接下来绑定这个html结构的时候 当这个标记位处于true的时候 我们需要将发送微博这个按钮隐藏起来 然后显示加载中的那个图片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小的技巧 好 我们这里还需要再定义另外一个标记位 我们定义它的名字叫has new message 默认也会false 这个标记位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就是像微博列表当中 提示你有几条新的message 有几条新的消息 需要你可以去点击一下直接刷新 这个应该是服务端通知客户端 可以用比如说服务端推送的那种技巧 当然这个衍生下去会花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只是提到这里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比如说node.js或者io这种 js的框架 我们接下来可以用直接修改这个标记位的时候 给大家模拟一下这个效果 好 到这里我们基本上本节课的核心数据模型定义 已经告一段落了 其实在给大家讲这个knockout框架的时候 每次都是先给大家讲定义核心的数据模型 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当你的核心数据模型定义好了之后 接下来你所有的页面交互的开发 其实都是围绕这个核心数据模型去做的开发 包括绑定这个页面的一些状态 提交服务端更新当前的这个数据模型 那这个样子你开发的时候挑例性就会比较的清晰 开发起来不会说 觉得特别的紊乱 好 那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再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给大家在微博的首页发了一条微博 然后分析了一下发一条微博的这个大概的流程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定义了核心的数据模型 主要的就是微博详细的消息体这个对象 另外一个就是当前的这个微博的数据列表 好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到此 下一节课我们会为大家讲解 如何将定义好的数据模型 再跟html的结构结合起来 去发微博以及刷新微博的数据列表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